可能会因为生活琐事而与伴侣争吵不断 自己对婚姻有些失望 也可能会出国去豪华和深度游 以缓解内在的冲突和不安 月亮进入双子座 与梦幻的海王星形成了强硬的四分像 与天王星处于45度的相位 与太阳则仍然维持满月前的上弦月 突月的月象 我们的内在渴望学习沟通及分享 我们所收集的资讯和学习到的知识 甚至是想要分享一本好书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梦想那么难以实现 未来看似很远 其实很近 但好像又很远 甚至有些失望 太阳无相位 完全不受到任何行星的牵制 所以我们还是会积极地进行分享和成长 试图抓住一切机会 使自己成长起来 走向成功